歡迎收看 小明星 歡迎收看 小明星 歡迎收看 說時間有你挑 地點有你挑 然後跟我們從來沒忘記你 網友看到這個 就到我來邊來游給我說 你可以死了吧 你做完再秀你就老人了 太誇張了 因為這個事情 我們馬上跟製作人聊過 對啊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有… 怎麼那麼厲害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們這麼大一個節目 這個能是長年的收視冠軍 很少場面這麼淒淒 四個人 那麼少人啊 好冷喔 太冷了 全部都來了 嚇一跳 後面也不會再有來賓出來 沒有… 也沒有神秘嘉賓 什麼都沒有這樣就對了 也沒有特別嘉賓 但這四位他們算是長年 為我們這個綜藝界在服務的 還有整個新聞界也很多 因為他們也出了很多新聞 人總是這樣嘛 我以前講過一句 被誤解也是演藝事業的一部分 真的 沒有新聞是不好的新聞 對不對 就是要有新聞人家才會注意到你 對啊 當個藝人嘛 有一個壞的新聞 我們還是會往心裡去的 對不對 最會往心裡去的一位 就是你了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曹大哥你 出道37 8年了 真的耶 是不是這樣 但是很容易被新聞左右跟影響 我覺得 情緒的部分 因為我有時候寫是寫我自己的心情 FB啦 對 我只是半夜自己寫寫自己心情 抒發一下 對 然後隔人起來 怎麼就登出來了 好像說 然後他那個標題下的跟我寫的那個 是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這個就是被曲解嘛 FB就是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就是 Fight back 有沒有 Fight back Fight back 打回去 對 Fight back 他就是要互動嘛 你拿我娘好玩嘛 Facebook 所以今天這個跟這個有關 綠茶在幹嘛呢 綠茶 我也是要澄清一些事情 你有事情要做 對 因為有些網友對我一些反應 或什麼之類的 你今天好不一樣喔 對 很嚴肅 然後比較沒有那麼 怎麼說呢 奇怪怪的 沒有 這個時候反而要真心誠意 跟觀眾朋友說 沒錯… 對不對 觀眾朋友他們 你覺得群眾是盲目的嗎 不是… 我跟你講 有時候你的眼睛欺騙不了你的心 對不對 你的眼睛騙不了你的心 最近是有一些變化 是… 因為最近這一年來 我的表演都沒有到 讓大家很驚豔 然後甚至是有時候 會有掛掉的機率 然後今天是抱著 非常沉重的心情來面對 來改善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也有PTT的帳號 我也會每次節目播出 我都會去看人家留言 是留什麼 可能前兩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都是好評比較多 可是現在這一年來 就是每一次播出 就開始下面網友都會講 這叫做過了蜜月期了 對… 對不對 對 以前那些新人 那樣山豬好可愛喔 大黃好美喔 然後又模仿又幹嘛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功課做得很足 觀眾討論度是最高的運氣 是… 是不是這樣 好好加油 好 天舞絕人知道 我會好好再努力 他現在腿也好了 他自從腿折斷了以後 是 整個運勢往下走 奇怪耶 對… 就是很多都連帶影響嘛 對… OK… 接著下來這位 忘情水卡古來了 哈囉 歡迎…回來 整個人變帥了 你看 很多人說好像有變帥 但是就是很多一些網路上 甚至說網路上的評論 就PTT帳號我也有 對 然後 你們幹嘛這樣 自己傷害自己這樣子 就是… 就是好的壞的都有 你們今天這幾位好朋友 你看看別人也想想自己 是 討論別人的時候 你們也可以給他意見 張老師只解決不了 自己的感情問題 是啊 對 他都在聽別人說 很多婚姻專家有沒有 到最後他都第一個離婚了 對不對 很多那個藝人都會跟我們講說 你看開一點 我們做人家開心 然後你們看到他都很陽光喔 不是 沒有啦 不是只有鬥雞眼要看開 心情不好也要看開 沒有 我在講這個藝人 是他那時候叫我們看開一點 想開一點 他表現得出說他很樂觀 突然有一天 他就在家裡自殺了 對啊 然後我們都嚇到說 他不是叫我們看開一點 他看不出來 他很開朗 他看太開就是看破 看到後面去了 對 所以我那時候常常叫人家開朗的人 他不見得他自己那些是開朗的人 很像他是一種武裝 對 對 那言行就有差異了對不對 第一位我們來看山豬 來 好的 山豬 網友最質疑山豬什麼部分呢 來 在小明星崩盤後 連在大人們表演 都讓網友開專文大罵 情況是怎麼樣 情況是這樣 小明星上次是有那個廖峻碰碰 然後就是整個大忘詞這件事情 對… 然後開專文大罵 我是有在PTT上有看 關於陳俊甫 可是他不是寫山豬 所以後來留言滿少的 不然我覺得招受的批評 沒有人知道是誰這樣 用本名沒人知道 就是還好 還好大家是發 他是發本名 所以 可是下面的留言 我覺得他們好像對我 做很多的研究跟功課 好像比我媽還瞭解我 對… 然後 不看哪來的罵呀 對啊 人家有看見你嘛 嫌貨才是買貨人 然後在我不知道 來小明星很多次就是 表演有時候也會ㄎㄧㄤ掉 然後可能在講故事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ㄎㄧㄤ掉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很容易緊張的人 對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希望我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對的 可是是 就是越想要每一句話都對 對 你要精準的正確 是 這樣你到最後只能是一個工匠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是很匠氣的 有沒有 古代那個工匠畫 一筆一畫 一筆一畫 畫錯了從來 一筆一畫 一筆一畫 用磕的 潑墨山水有時候才是最屌的 讓你們看看這一段 從來沒有播出過的影片 我們來面對問題 先來面對一下 山豬算是很會表演的人 為什麼突然間在節目裡面 突然間ㄎㄧㄤ掉喔 然後那一段人已經發到現場來 到最後整段拉掉 沒有播出 剪掉 真的 剪頌姐 妳不要是妝都打扮好了嘛 她腳已經摔成這樣子嘛 對不對 舊舊老殘窮 來看一下… 來…一起來看這段 山豬的話題 失傳的影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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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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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俊… 廖俊… 砰… 砰砰… 砰砰 人家愛我 沒有 大家好 我是廖俊 謝謝大家 我是砰砰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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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要說的 砰… 妳是要說的 砰到妳講的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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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下一位 謝謝 當時真的只錄了這樣子而已 超乾淨 而且當天是超乾淨的 超乾淨的 你也在現場 對 這個影片我是今天才第一次看 因為我從播出那個 我們這還是修過的 對 我都不太敢面對這件事情 就是我 對我來說心裡造成一個很大的陰影 就是 但我也對通文姐真的很抱歉 可是這個通告它是在前一兩天 就已經發了 然後我也跟阿虎 然後跟企奇也一直想了很小本 想一整晚 我們希望這東西當然是希望是OK的呈現 對 還有阿虎 那個橋段其實是有阿虎的喔 裡面沒有阿虎 因為還沒Cue到他 還沒Cue到他裡面出來 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 所以他就在裡面傻眼啊 結束啦 阿虎演張衛健還沒Cue出來 然後很多觀眾就會說 為什麼會發張衛健 秀場文化怎麼會有張衛健 然後從頭到尾不知道是為什麼 對 因為被我拖累的 我覺得有一個關係是因為我 最近這一年就是可能 比較散漫的原因是我可能 因為那時候受傷了 然後我有開始在玩一些手游 你那腳摔到是有傷到腦是嗎 沒有… 純傷腳… 有一些真功夫該背的地方 像比如說罐口那個東西 我應該要先背好 那個要練多練幾次 對… 手才能夠生巧嘛對不對 而且它是一個開頭 你開頭沒過 人家說頭過生就過嘛 就全部都沒過 但是因為那個山豬他不是客家人 所以他光前面背那段客家話 他就卡在那邊 沒有啦 裡面還有印尼話 那個謝謝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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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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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OK啦 這個做練習型的 是 真正要比賽他要講不出來 你要放鬆 對 不要很緊張 對 你沒有放鬆 因為它是一個歡樂的舞台 是 你講錯話是可以接受的 有沒有道理 真的 對不起… 難得插話就是插到前輩的 不小心卡詞了 插一下… 我覺得他應該是說 他將錯要把那個舞台經驗 將錯就錯到底 對 將錯就錯 他不是 他的破產是愣在那邊 大家就說他沒有東西了 對… 然後就知道說你們兩個排得不好 這單單在我手裡 就已經出現四次了 像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男生那個 不是一直跟他講嗎 你接下來要接什麼 他一直在Cue他接什麼嘛 他還在幫他 對 他沒有接嘛 對… 所以你戳要戳到底 如果你做秀 你不能做到一半說 今天抱著這個告解的心情好不好 觀眾朋友給他機會 對 我們也做了一個 我們有一個民調 我們深入民間 想知道大家到底對你的看法 這個街訪很特別喔 你可能一輩子都沒有看到 這樣的街訪 我們這一次街訪 真的街友啊 街上的朋友 街上的朋友 對 他們還是有家 跟你的痛調比較接近 那我們來看看 街上的朋友怎麼說 好不好 來 對他印象 就只有在風神無霜那一次 演大黃哥吧 他真的很沒存在感耶 我覺得他超沒存在感的 他只會演大黃哥 真的是這樣子嗎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你真的覺得我不好笑啊 好像沒有很好笑 是最近還是以前 從頭到尾都不好笑 最近不太好笑 最近不太好笑 蛋黃哥吧 不然他有 不然他有 我覺得他滿帥的 我覺得他滿帥的 對 我覺得他滿帥的 大樂門和風神無霜看過他 覺得滿好笑的 可是就是 可有可無的一個角色啊 真的嗎 你好 我沒有跟你講怪話 我之前有看他風神無霜影片啊 我覺得其他藝人 其實表現得都滿好的 可惜就唯獨之後 他他演技一直沒有在進步 我記得他之前是不是有受傷的新聞 好… 誠心的理念 妳的建議 就是哏可以再多一點 對…心哏可以再多一點 OK 那我會做 對 群眾他這個下手 他是沒有在站爛的啦 對 對不對 不過當然是見面三分情 大家就還會客氣一點 這個還是客氣 對 那個網友講的那還更可怕 這個你剛剛自己有講到 就是用你本名的這個PTT對不對 對 我懂 唸出來 最近重看水管的重播 講大熱門重播 發現山豬表演真的滴滴了 之前的演出再差都有一定水平 現在感覺就是沒準備就上台 表演內容搞不好 比戲學會辦的活動還差 甚至連談話性的主題也沒準備 他到底怎麼了 這還算是比較觀星型的 底下來寫說 跟卡古鬧翻之後 每況愈下 不知道還住不住一起 結果底下回說沒有啦 卡古自從宣告佔別 就搬回新竹了 他們很關心你 然後再來又開始討論說 明顯的分水嶺應該是腳受傷 最後寫說 標題我還不知道是誰 傷後回來還表演質感直線下降 來…面對問題… 對 你覺得 我覺得問題都來自於就是 準備不足啦 你是屬於那種還沒有大紅就… 就… 就怎麼樣 憲哥 憲哥就… 憲哥就… 不是憲哥 就過氣的人 是 怎麼會這樣 正恩情願確實表現真的不好 我自己在家也有在好好的反省 這件事情 就包括如何讓自己講話 再更有自信一點 有時候在家裡會開那個直播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可能講話 講太少 或是比較少跟人家多聊天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我在於 講話這件事情上 我有在做努力跟加強 但是我覺得最大 對 我覺得最大問題可能還是因為 太放縱了 對 他不講話就算了 他一講會開始沒有漫無目的地講 然後… 他是為了要講話而講話 對 他甚至連講話都要寫稿子 那你人生毀掉了嘛 你生活最重要就是我剛剛講的 放輕鬆 不要有壓力 放輕鬆 你肉那麼多 肉鬆嘛 肉鬆 自己更開心一點嘛 是… 而且你剛剛還說什麼 你睡眠不足 對不對 對 全世界沒有人敢在曹大哥面前這樣說 你睡眠不足 那我們睡得多少 曹大哥沒有睡過 上了台就是表演了 沒有那個理由 誰關你睡得足不足 No excuse 對… 好 加油 太緊張了 放鬆…再放鬆 再鬆… 但是他有一個我們都做不到的 什麼呢 連我們是前輩我們都做不到 曹大哥你也做不到的 連曹大哥都做不到 對不對 綠茶不用講卡古 不管你 什麼… 我告訴你 我們這幾個人當中 這沒有什麼好自豪的 只有他… 只有他不好安檢 裸體都還可以逼你 真的嗎 卡古正行後感到猶豫 竟是對成果不滿意 神仁禍不僅沒變帥 連個人特色都沒了 整個視不像的瞎爆一下 我可以為小小年紀 不太說我視不像 對不起… 他還不如把那些錢存起來 好好的進修 讓自己變得比較有梗 自己穿的距離 我已經開始練習 其實你長得滿帥的 對 整情之後反而變得沒自信 目前看自己還是不順 也是有時候會暈快 就想要出去把你這樣做 就是有個男生 就下瓜子 我會想要把它拿出來 不用… 不用… 所以自己很當中 這樣沒有什麼好自豪的 只有他… 只有他不好安檢 裸體都還可以嗶嗶 加油… 不好安檢還會嗶嗶嗶咧 結果憲哥 好 沒事… 怎麼樣… 我說你有沒有想過曹大哥 應該很久以後 都不會裝 對 實在是 實在是 還想嘴賤 真的 來 下一位 我們看的是 來 我們要看一下卡古 來… 目前在網友的這個心目中 網友最質疑卡古是什麼呢 質疑的部分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整容後大樁起鼓復出 不僅沒變帥 連個人特色都沒了 這太誇張了吧 這太誇張了吧 可是我以前有人家 因為我在封城 人家也說我算是沒特色 毅然決然說 我要整掉我這一張臉 改變一下 對 做一個改變 你的心情跟大家分享 當初會下了這個決定 就是也跟憲哥主要是討論的 大概衝 不要抗脫 對我這樣 就是有一位前輩跟他討論 大概半年 對 然後那位前輩 那位前輩就跟我說 藝人就是要把自己當成商品 藝人見過了 所以我就 我就聽了這位前輩的話之後 我想說好 差不多也該做個決定了 對 既然一直有這個可能存在 那不如就乾脆 就試看看搞不好 以後路會更寬 或是有各種不同的路線 都有可能 但是因為我爸他也 他也並沒有說不好 甚至我爸結束之後 他還講說 整成這樣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了 他以用的 我也要去這樣 要去啦 對 我爸也還滿認同的 所以我就覺得 他鼓勵很可愛啦 對啊 所以就至少 那個時候心情都還是 還滿算OK的 所以你之前說的是 只有雙眼皮 鼻子 下巴 雙頰 對 然後鼻子 雙眼皮啊 雙眼皮 對啊 鼻子 然後鼻子 雙頰還有下巴 但其實我都 這樣拚完就是五關嘛 其實就是全部了吧 就是大概都是動一點… 然後整個拚就起來 感覺好像變滿多的 為什麼不容辱咧 但是他不需要啦 應該不用啦 我屁股可能不要吸 OK… 但現在大家對你的看法 也是有所改變 對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看街友 是他就是演那個風神無雙 還有那個人類語 搞笑藝人吧 就沒有特別的圖色表演 整個沒有意義啊 整個視不像的 我覺得跟 瞎爆你知道嗎 瞎爆我可以為小小年紀 做展示我視不像的遊戲 假 對不起… 就是他整層劉德華 也不會跟劉德華一樣紅啦 我覺得他不如把那些錢 存起來好好的進修 讓自己變得比較有梗 比較好笑 這樣還比較實際一點 我也是這麼覺得 你可惜 你好… 你怎麼在這邊 因為你不在流流 我剛才說 是真的嗎 我覺得他原本這樣子就好啦 如果他整型的話 我覺得不會有製作單位找他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其實現在這也是一個通告 所以你是卡古嗎 不然咧 整型過後的卡古 沒辦法 所以你覺得我哪裡整失敗 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帥 我笑不出來 好 你為什麼那麼在乎你的外表 還有所有的打扮 我覺得你真的很在乎耶 我其實也沒有說真的要帥 只是說我覺得 把自己打扮整齊一點 然後自己可能多喜歡自己一點 然後也會比較有自信 網友講得更可怕 來… 前面還OK啦 前面大概喔什麼 再來就開始說 可以整得跟劉德華一模一樣 你也不會是他 劉德華靠的不是樣貌 他是出了名的努力 做自己不是更好嗎 有人寫說 外國人其實會覺得 豬鼻很有東方美 這個人是滿奇怪 好 再來 我是不知道整型好不好 但如果能給你自信 其實對你來說不會 但整太多對身體不好喔 最後一個比較殘忍 卡古變得更醜了 醜人多作怪 我有看類似的就是說 枕之前很醜 枕後還是醜 那你整個屁 就滿直接的 就這樣這麼直接啊 對啊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你枕型之後反而變得沒自信 目前看自己還是不順眼的時間 佔比較多一點 所以有時候在家裡就會 自己有時候會比較悶 然後會不愉快 然後我就常常會去 煩那些醫生跟護士 去煩他什麼 就是 憂鬱了耶 那就是憂鬱了耶 有一點點 不過就是慢慢開始有比較 看自己比較順眼一點 但我收到這個 我覺得這下巴 可能我會想把它拿出來 不用… 下巴是我們覺得最沒有問題的耶 真的… 真的 你不用動下巴 但是我比較喜歡 自己以前圓圓的那個樣子 就是可能 因為像醫生跟我講說 眼睛鼻子下巴 你不要再動 你不要再動 沒有 只是拿出來而已 不要… 就給他… 對 對 要有自信 對… 你其實還是很幽默 很搞笑 沒有 我還是長得很幽默這樣 但是至少那個異性緣有變好吧 有…變好一點 真的喔 有感覺 我走在路上 我反而被認出來機會更多耶 然後現在比較多女生看到我 就是會跟我合照這樣 所以你那個雙眼皮 擦點那個咖啡色的眼影 再畫點眼線嘛 也OK你看對不對 就跟曹大哥這樣 你跌倒撞到 被人家打一拳 那是曹大哥的妝啊 他那個韓風的… 對啊 對啊 你現在一定要把你的自信拿出來 我覺得自信就像憲哥講的 這邊就是放鬆 對 給你這舞台就是放鬆 你太緊張了 什麼東西發揮不出來 你現在就變成一個 連主持人都不想要跟你講話 真的 你就變僵硬 你就覺得這個人想法都不一樣了 變怪了 真的 就相信自己就對了 你也有整嗎 我沒有… 我沒有整… 但是… 他… 你怎麼會這樣子嗎 曹大哥 我沒整啊 真的… 好 謝謝曹大哥 對 真的往前走就對了 就放輕鬆 對… 然後放開來 好不好 Don't worry好不好 好 來 再來看我們綠茶的 綠茶 綠茶 網友最質疑的綠茶 第一條 還兩條耶 上節目表現越來越不討喜 效果做過頭讓人看到想轉台 再來先看一下第二個 夭壽 在節目上說自己為知名韓劇作詞 上網查作詞人根本不是他 這個很嚴重耶 是 先講這個 這個很嚴重 這個指控很嚴重 沒有 其實說實在 公野蠻王妃是真的我在韓國 花了差不多六個小時去寫那個詞 當初是因為他們韓國人覺得說 野蠻王妃在台灣非常的紅 所以他們想要用一個中文版的詞 這樣子 於是就問我說 剛好我在那邊受訓 他就說你可不可以幫我寫個詞 我就幫他寫了中文版的詞 詞寫了過去之後他說 我那時候很笨是因為 我沒有寫我的名字的原因是 他們那時候也沒有跟我說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就相信了他們說 在你的專輯裡面 是喔 對 所以說我就因為這樣子 我就傻傻的答 因為那時候我不懂什麼叫做 寫作詞跟要版權這件事情 對啊 我就想說你給我功課 我把功課交給你 作曲的人是經什麼 經西策還什麼東西的 因為作曲是我 他就用他的名字放在 作曲是他 他就用作詞放在他的名字在上面 等於詞曲都寫他 都寫他就好了 然後事實上中文的歌詞 是你寫的 對 為什麼你們 如果你們不相信的話 為什麼一個作曲的韓國人 怎麼可能會寫 這樣子的中文詞給他 而且是 剛好是台灣的味道的感覺 只是那個時候我也沒有去想到 他們就把作曲的人 寫在作詞的人 為什麼大家都質疑說 根本不是你啊 因為他沒有那個資料沒有寫到 因為他看起來沒有才華 對 現在還看起來沒有 綠茶做自己毫不妥協 吳宗憲動是背後原因 上節目表現讓人想轉台 每次看到他都超想轉台的 前一句說就弄這麼久了 他就成這樣 我覺得你超棒的 我覺得你可以做這個 不會這樣 他對你是沒有任何的天分 不會 不會 我表現 會永遠不激情 莎琪難道不放鬆嗎 如果沒有弄好的話 其實下一個就不是你了嘛 你現在還在教他們聊天 不是 為什麼大家都質疑說根本不是你啊 因為他沒有那個資料沒有寫到 更有才華 對 現在看起來… 只是看起來耶 人不可貌相啦 不能以貌取人嘛 但是我有去網路上找到這些證據 我把證據找出來了 好 他這邊 有證據 人家這個就很認真又有證據 就證明…這張專輯… 這是你啊 對…我在韓國做的 那時候我寫的英文名字是RAM RAM 有…寫在上面大家都有看到 我沒有寫綠茶 我真的沒有寫綠茶 要停一下給導播證實一下 這名是市場上少有的男生對唱 在韓國期間 RAM幫霍兒完成了 攻野蠻王妃的中文版歌詞 所以 這首歌也在台灣大受好評 或為了感謝RAM的幫忙 知道他要發行專輯 特別情應相挺 為他再度獻身 也是第一次跟華語歌手對唱 所以他是真正有跟你合唱 有 真正有跟我合唱 對耶 是真的證據耶 網友們 這個你們該道歉的時候 我掌握機會 而且我有證明 而且我有帶CD來 大家可以聽一下 真的嗎 真的… 中文 沒有 妳的聲音在後面 有點涼泡 真的耶 是綠茶耶 聽不出來是他的聲音耶 對啊 給人家掌聲鼓勵一下 是真的會唱歌 真的有出貨專輯 那時候在韓國授訓的時候 那你沒事做個RAM幹嘛嗎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 做個RAM幹嘛 因為我想說那個時候 因為玩子解散了 我到了別的國家去就這樣子 綠茶這件事情 我替你跟 以網友的角度跟你道歉 不用… 但是我也要告訴你 是… 人 尤其是藝人 對 就是要增加自己被利用的價值 你的價值在哪裡 你的價值在於 你有沒有辦法被人家利用 你是個廢咖 你是個廢物 我連要利用你都不要 那你就完蛋了 這樣講起來好承認喔 名與利 名與利它是如影隨形而來 你成名了以後 你要賺多少錢或什麼 這個都不再困難的事情 這樣了解那意思嗎 有… 所以他剛剛在後台很生氣說 之後他就跟他對著講說 幹嘛要對這些啊 都被人家這樣誤會很不舒服 沒有 因為那時候在韓國受訓 其實我真的很辛苦去熬了 熬了那幾年 因為為了這張專輯 我說實在的 他其實 你如果不熟悉這個環境的話 他其實真的會欺負你 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也沒有跟我講說 有作詞的版權之類的東西 我就傻傻的就說好 沒關係 我就寫了 沒關係 就當給人家利用了嘛 對不對 但是第一條你還是要面對 上節目表現越來越不討喜 這個我們不覺得耶 你們會覺得嗎 我是覺得滿好笑的 對 看到我還是會看 原本對綠茶哥的那個 就是想法可能他不是那麼有趣 可是我後來看綠茶哥上很多節目 我都覺得還滿好笑的 就是他有時候 比如說講那個就是外國 外國話的 就是猜外國話那個 那個效果也是都還滿足的 對…因為他不會講台語嘛 但是因為 他也是因為這樣子 在這幾個節目裡面 這麼誇張的表現 大家才注意到說 那個人叫綠茶 以前根本不知道啊 對 因為他以前歌也不好 沒辦法 環子三兄弟裡面 對啊 什麼環子三兄弟 有小鬼 還有那個 還有Junior跟我 沒有 其實我說實在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很排斥上節目 因為跟丸子那段期間的時候 我是一個不會講話的人 都是小鬼跟Junior做代言 感覺你就是有三顆丸子 你是壓在最底下那一顆 對 總比竹籤好 人家要吃第一顆吃的小鬼 對 因為那時候從國外回來 其實我的思緒完全轉不過來 就像你剛剛這樣很緊張 就完全不知道怎麼發揮出來 其實主持人家問的時候 我只要兩秒出來的話 他其實就問下一個了 其實就是沒有時間要去等你了 而且你就乾在那個地方 你就不知道在幹嘛 那時候其實真的 我現在覺得你的語言表達 比山豬還好 很清楚啊 很清楚啊 不是 憲哥是他講話 我們聽下去 而且越晚我們越想 他講條理越清楚 對… 他的生理是用心的 不是 都找得到回家的路 不是 我只是很生氣 就是我沒有這樣子 我覺得每次就說 我對節目上節目 我沒有這樣一個才華的話 我其實還滿排斥的 我就說那我去演戲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因為一個萬秀大神 讓我上了一個節目 就是忽然講台語的 是 我完全不會講台語 他就覺得說 你就去試試看吧 我就完全就很認真的去 在這個項目去做自己 我也得到一些 大家的一些的按讚 就是五百萬人的點閱率 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 你現在是跟曹大哥的炫耀 對啊 五百萬人… 就是因為那五百 就是那五百萬人的點閱率 才讓我有危機百科這樣子 一個東西 大家就認識綠茶是誰 對… 後面之後我完全就是說 如果真的能夠這樣子的話 我為什麼不好好地就是 做一下 嘗試一下 就嘗一下不一樣的我嘛 對 我每天大家說 私底下的綠茶最好笑 為什麼上台就是 完全就是不好笑的 我就把私底下的綠茶 帶上來的話 就是說 全部就要把整個人就放鬆啊 難道上上節目 就這麼一次機會 難道不放鬆嗎 沒有 如果你真的放鬆 如果沒有那麼好的話 其實下一個就不是你了嘛 你現在還在教他們兩個 不是… 沒有… 我有被開掃的感覺 原來是大哥 他講話要跟上課 來啦… 不是 就是因為我這樣子的一個放鬆 得到說實在 哥哥們也很重要 其實哥哥們在旁邊 告訴你這些事情的時候 會讓你更有自信 不管上任何節目我就覺得 我就放開自己去做 來… 你如果讓我覺得誇大了 你又不讓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後面沒工作 那你要怎麼跟我講呢對不對 對… 所以我做好我自己拿 好了… 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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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來… 來… 拚拚街友的看法好不好 來… 來… 他如果上終於節目 可是他的笑點就一般般 他做不到觀眾點 我覺得不好笑 除了丸子三胸弟以外 就沒有什麼代表作啊 然後講的東西都超嫩的 然後而且看起來超娘的 然後品味超差 還自以為自己是超難 他真的是沒有任何的天分 因為他在小明星大跟班 他們講說 哥哥是他姐的 你不要笑什麼 我真的很難 我認真地想要對你 我要做一個很認真的意義而已 我如果不講話 你就說我太不太好 我如果不講話 就說我太多 沒有…我覺得你 就多表現自己 會永遠的執情 你跟他很認真嗎 知識日子 真的 看到他就想轉台 看起來想要轉台 不OK什麼 好強啊 講不出來的話你就說 對不起 對不起 他不是沒有什麼 那個創作天分嗎 他以前在完職的時候 也沒有寫過這種歌詞啊 所以你覺得他是騙人的 是 他是騙人的 是 他是騙人的 非常的可恥 不應該這樣做 你是嗎 太誇張了你 我覺得可能 不是你自己寫的吧 你應該是有找別人對不對 沒有 這個我寫的 真的我寫的 真的嗎 那這就是不好意思… 實際… 不好意思… 你好… 你好騙我喔 就可能是節目效果啦 可是他真的 超級不好笑的啊 就每次看到他都超想轉台的 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他 他演藝圈都已經混這麼久了 他混成這樣 你想要講什麼 讓大家知道 我覺得你超棒的 我覺得你可以做出 不是這樣聽到的喔 我覺得你可以做出個人特色整個 好假 你有事嗎你 奇怪耶 大家一看到你 又講不出什麼邪惡的話來了 所以我還覺得說 到底他們是在講真心話 還在說假話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現在的路人也都很會做這個效果 是… 很奇怪喔 人家就說 一回生 二回熟 三回就爬上頭了 講到二就好了啦 對… 沒有…就真的就這樣 然後人的相處 他看久了… 好討厭… 討厭到習慣了 我好寂寞… 好寂寞… 有沒有 但是他看你久了 從討厭變喜歡 沒關係 我還是會虛心接受 做自己啊 做自己就對了 有什麼關係 罵你就罵你 也不會少壞肉 你也不會綠茶變成紅茶 當然… 講真心話 聽說 當年的丸子三個人 然後現在已經勞燕紛飛了嘛 對 各自走各的路 你們還有電話聯絡嗎 聯絡 有嗎 有啦 跟他其實還是有在聯絡 他小偉比較少一點 有時候會出來的時候 大家會出來就喝一杯這樣 是不是有一些心結 不會…我們那時候心結 都在一個地方全部把它講完了 所以真的原本是有心結 有啦 潮溪平港上製作單位 吳宗憲卻落井下石 臉書怒嗆有台節目 封殺我 FB上說什麼製作單位怎麼樣 很小的家子氣 大臨製作單位 但是不意外啦 他平常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左邊 對不對 好大顆嗎 差好多喔 沒有什麼給我溫暖 我因為這個事情 我馬上跟製作人聊過 而且憲哥 不會…我們那時候心結 都在一個地方全部把它講完了 所以真的原本是有心結 什麼心結 不是 因為他那個時候就是 他誤會 他誤會我說他在後面 說他一些有的沒的事情 對 那我 下角是誰 小鬼 但就沒有任何的意義 沒有任何的意思就是 就只是說 我們都已經是很好的朋友 只是他那時候的誤會 而造成我們那時候不講話 觀眾朋友應該給他機會 對… 因為他很願意嘗試 在舞台上的表演 他很認真的希望讓人得到 而且他這個表演 他是來自真誠的 雖然很浮誇 像這一種就是一種刻意的 他不想工作 模仿當然是刻意的 我是想要讓他 我是讓表演可以有節奏 然後可以工整一點 不需要啦 你不需要那個 不用工整… 各位 重正的來啦 你們兩個站起來就是 重正的來 因為這一場慎重 非常慎重 曹大哥最近的狀況多喔 網友最質疑 曹熙平的2點 第一點 臉書怒嗆 上友台節目 封殺我不就是 以老賣老有玻璃線 玻璃線 來 曹大哥 有可能說你以老賣老 我說我就這麼老 我賣什麼老 我又沒去整容 對不起… 來… 來… 小宇瑟吳 那OK的 我不後悔 對 然後每個人都說 那麼老 你可以退休 我很想退休 你給我錢 我馬上退休 我每天還不想偷偷摸 我們不是為別人而活的 我要怎麼工作 我要怎麼規劃人生 你何必在乎別人呢 不是 但是有時候 你看到那些留演有時候都會 就是不是特別去針對你的才藝 在攻擊你知道嗎 對你的外型 那些有的沒有 就是說看了就覺得不舒服 怒嗆 封殺我 那是在社群網站上面的一個 心情寫出來 沒有那個意思 沒有 因為這個史莫要講一下 我是在寫我的心情 你們為什麼入圍了什麼 沒有通知我們一下 讓我們也跟你分享一下喜悅 是… 我要的是那個感覺而已 但是他就說 我們很怕你 所以不敢給你 也都怕你生氣 我都想說 我有什麼拿那麼多氣啊 如果每天都那麼多氣 早就氣死了 有耶 你有耶 但是你有好的 好的抒發的管道 是… 沒有 只是有一些想法 其實除了我們列出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個最近網路上 因為這很新 最近網路上很多人在講說 大型頒獎典禮也邀請了曹大哥 那就應該要偷笑啦 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 沒有… 就金鐘獎嘛 金鐘獎 我的意思是問他說 那我們去幹什麼 他說你就代表綜藝節目傳承 你就出來揮揮手就好了 打個招呼 對 就打個招呼這樣 然後這一段大概只有三五分鐘 就是我每一個 街上每一個揮揮手而已 我說揮揮手就算了 我在家陽台揮揮手就OK啊 表演內容你當然當事人 他要自己接受 是…他要表演什麼 我只是揮揮手 那我幹嘛呢 而且全台放鬆 對 那我意思是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講兩句話 你的時間上都很緊的話 那也就算了嘛 對不對 連講兩句話也不給 對…因為他說他時間很緊嘛 但是你往往在臉書寫出來的東西 並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媒體一誇大 那個標題下得很重的時候 對方就覺得我怎麼這樣講 所以人家以老賣老 對不對 然後給他讓他走一走紅毯 揮個手他還不肯 他不肯 可是人家有人家的考量 你說我們是電視人做那麼久了 我們會不想參與任何活動嗎 對… 會嘛 對不對 最熱心公益的嘛 然後你在這個社群網站上面 又嗆說封殺我啊 網友就會有這種感覺 對啊 因為他寫在他的臉書 就是說時間由你挑 地點由你挑 曹昂哥 我們從來沒忘記你 你雖然是跟我道歉是好意 但是你知道網友看到這一篇 在你的版面裡面有100多個粉絲團的人 看到人會覺得說他憑什麼拽啊 為什麼要地點由他挑 為什麼要時間由你選 你拽什麼拽 然後每個人就到我版面來留 留給我說 那真的是 版面就在留我每個人都說 你可以死了吧 你知道什麼 太誇張了 但玩粉絲很認真的啦 他們是認真的觀眾 這我可以解釋給你聽 比如說他們兩個好兄弟 就是你們兩個沒有交惡狀態 是 好兄弟難免會吵架嘛 是 不高興有點故意 兩個人就啪吵架 然後他突然間就 就肩膀跟他推了一下 就說 好啦…不要說了 然後突然間旁邊有一個人就站出來 你怎麼可以推他 為什麼 插進來了 我就是網友 你幹嘛推他 我覺得你推他這樣就不對 我看不下去 網友這個角度 但是他忘了他們兩個 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我平常都不上遊戲節目的 我很多的第一次都在這個節目呈現 玩很大 包括鋪麵粉 套絲襪 出口紅 是… 還有那個男扳女裝 你可以去看資料 我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節目裡面 呈現這種東西 是… 因為我把我很多 我平常不做的東西 奉獻給你的節目 是… 但是我覺得你並沒有這麼給我溫暖 那個溫度沒有給我 但是那個節目講真心話 等於說已經跟你是畫上等號 對不對 他們也認為你是家人 你們去非洲管我什麼屁事 也要消遣我說 你看曹安哥沒有來非洲太好了 你看 我也沒有說我要去非洲 在節目裡面嗎 不是 網友每個人都罵我 所以你去非洲幹嘛 你憑什麼去 你那麼老人 你跑不動什麼 我又沒有說我要去 然後你們去荷蘭管我什麼屁事 阿姆斯特當我少都去過 我也不稀罕 他說你看曹安哥沒有來太好了 關我什麼事啊 然後你們什麼事都扯到我 是… 我覺得我很冤枉耶 我衝得到我都沒說我要去啊 其實扯得…大家就閒聊 那就用趣味的口吻在講這些 是 對 但是…這個製作人可能也走心了 那都沒拍意嘛 我們是不是會有什麼壞意思 是啊… 對 如果今天我不喜歡這個節目 我只有在我的版面 我提都不提 對… 你不可以否認說 我們對這些節目的付出 是… 對不對 不管就算好 曹安哥今天有怎麼樣 你也可以原諒我是個老人 或許我情緒不穩定 但是你不要這樣來傷害我 這是我最受不了的 因為我真的很認真正 你要穩定一點耶 我很怕你突然間情緒又不穩定 沒事啊 曹昭哥… 我常常在節目裡面 我付出了我很多 認真的表演也好 做什麼也好 其實網友怎麼罵我就算了 如果製作單位 你不能體諒到 我對你們的那個付出的話 那就算了 我也不想多講 會啦…他們都明瞭的 沒有問題 等一下這一段街訪的影片要看嗎 我們還要… 走行… 等一下這一段街訪的影片要看嗎 我們還要… 走行… 走行… 來… 來… 不好相處 只要講她的壞話或是什麼話 感覺就是被她一直噴一直唸 講話太重 很煩 我是罵人家醜八怪 天啊 為什麼不回家照到鏡子 社群網站上這樣子PO文說 什麼製作單位怎麼樣 還要人家道歉一點 我覺得 就很小的家庭氣 你幹嘛把你講啊 你一直笑什麼 你人是怎麼回事 節目組有自己的考量 也要花錢 不然飛機票吃飯錢住宿錢通告費 她要自己貼一貼還是怎樣 她的價錢呢 她算 所以算滿高的吧 不如她自己出的比較快 我要看看誰有點 你說我們難搞的錢又很貴了 哪裡難搞 那我經驗你們看到嗎 有 對不對 所以以後不要講我壞話知道嗎 不要說妳壞話嗎 是不是 知道嗎 好壞… 知道… 對我來講是在用霸凌製作單位 但是 不意外啦 她平常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妳要不要看見妳的左邊 左邊 左邊 這是… 這是什麼 這是卡大哥嗎 哇 差好多 這怎麼會呢 超醜… 超醜… 妳不喜歡看到我 沒有 OK 好像看到妳 下面那句什麼 超白帶 很會… 奇怪耶 怎麼覺得是感人的啊 都是可愛的… 對啊 沒有…有時候難免會心裡會往… 錄訪的時候 有時候人家以為他們就會講出一些 這個語不驚人 事不休嘛 所以大家這個… 跟製作單位之間 這完全是兄弟姐妹之間的價 草有什麼關係呢 大家拌拌嘴嘛 但千萬不要走心 我因為這個事情 你看我一起吃飯 對 憲哥…也 私底下我們 我是很用心的人耶 對不對 你們跟製作單位的事 我也跟製作單位聊耶 是 真的 妳要出那個事 我馬上跟製作人聊說 不是啦 沒有… 沒有… 他有說你們可以來… 可以來… 對 人家是前輩 但是憲哥是真的很有心 我們沒有什麼交集要講的嘛 是… 憲哥也不會 憲哥只講說 曹哥的年紀大 你就給他發發瘋 就寫寫發發情緒算了 憲哥也是就這樣講而已嘛 對啦 輕鬆面對 對 好不好 KID那種做法我就不喜歡 半年都沒有見面 你見面來吃個火鍋 還我付錢 然後還聽你跟我講這個 KID我們還真是要原諒他 因為他實在是變太忙了 對不對 然後他又要開民宿 對 還要開火鍋店 開店 然後做生意炒牌 然後最近又要開刀 五公分的腫瘤 一些太窮的朋友 他已經不太聯絡了 不是 你幹嘛害人啊 不是 你有聯絡過 你有… 然後他還來跟我演戲 故意拿個信號說 曹哥我付… 付了半天裡面 就是一兩百塊 付個屁好不好 假付喔 對啊 對啊 後來還是我們付的 所以是歡樂的 好嗎 好啦 沒事啦 因為謝謝星哥這幾天 這樣子常常開導我 沒事…真的沒事 哪裡是開導 我們是真心和關心 好不好 你們也都一樣 我們這好好加油 謝謝星哥 今天澄清完了就沒事了 希望觀眾朋友看待他們的心情 可以真的 有時候稍微不要… 全部都是在負面的角度 好嗎 讓他們舒服一點嘛好不好 好啦 再次謝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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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